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武中义决定杀死以渔中为首的大汉奸 震慑其他人 于是便在渔中纳妾的大喜日子里 以田友胜女婿的身份带着吕修文 来酒楼参加他婚礼 在渔中的婚礼上 枪杀了以他为首的几个大汉奸 喜尼尔潜伏在路边 用手榴弹炸毁了一辆奔驰而来的日军摩托车 遭到日军追杀 壮烈牺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要我去罢水告回 不 等天黑 天黑在心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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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手 赶快离开 是 小伙儿 看你的了 就好好吧 好 友人 谁是 童亚病院的 橋本先生 橋本先生 你出了这些城市吗 我只是想到现在的命令 小泉大佐的小泉大佐是 警察官们的 不在庭院的病院 我只要去看我的照片 先生 谢谢你 你什么事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生 还能好妹子 七娘 还对不住你 姐 你是为了救俺才牺牲的 七娘这一辈子也不会忘了你的 好妹子 七娘 七娘 走吧 七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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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不需要你忘记过去 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五中衣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真的很高兴 他们都走了 就剩咱们俩了 有好多话憋在我心里头一直憋着 现在我可以敞开跟你说了 清久 我一直不敢承认喜欢你 我不敢 因为我怕了 我不想再承受世纪爱人的痛苦 你走了 我反倒不怕了 没有什么再让我害怕的 你对我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 我都记着 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美好的情感 我会记住 记忆一生一世 能原谅我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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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敢承认我喜欢你 李清久 李清久 我喜欢你 清久 我终于喜欢你 我从来都没有抱过你 我从来都没有抱过你 清久 我从来都没有抱过你 清久 清久 我想要抱抱你 我想要抱抱你 今天请大家来 是要宣布 这几天就要交粮食了 给皇军交的粮食 你们要尽早上交才是 惹皇军生了气 我们就难办了 我们难办了 你们也就不好过了 是不是 今年收成好 既然收成好了 那你们就得提取皇军的辛苦 皇军说了 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 再加成八成 八成 八成 你让不让人活了 长官 往年都是这么收 为啥今年就加了 你一下子加这么多 让不让我们活了 今年不是拔路闹得凶吗 既然拔路闹得凶 那皇军就干脆多收点 免得有些人粮食多了 拿去救济拔路 长官 俺们这些穷老百姓 一年到头交那么点粮食 这交了岁又交了租 资格吃都不够 你们这不是把门 往绝路上逼吗 对不对小兄妹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交 不交 十页交十一交 反正还不交 你 过来 你干嘛 干嘛干不去干嘛 你们这是干嘛 你们 不干啥 我就想让大家看看 跟皇军作对 会是个什么下场 长官 你干嘛真的是交不出来啊 长官 你干嘛又是交了 你干嘛老爸孩子都得 喝戏北风啊长官 干嘛求求你了 干嘛交不出来啊长官 我今天 就让你来个痛快的 免得你做饿死鬼 干嘛求 站好 你去哪儿 人呢 他去那儿 漂亮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是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现在汉奸们四处为祸 四处宣传鬼子争凉的事 最低的地方加五六成 最高的地方加到八成 凡是有反对的人 他们就下毒手害死 免得在争凉的时候 出现有人带头反抗的事 根据弟已经知道了 这边的情况 那首长怎么指示 首长已经通知了潜伏在 敌战区的第二档通知们 让他们发动群众统一口径 就说是土匪把粮食给抢走了 给小鬼子来个死务对证 那咱们怎么做 杀几个为祸最深的汉奸 震慑其他汉奸 队长 杀汉奸难最拿手了 你说杀谁打杀 就是 汉奸就是干事 就杀那个领头的 于忠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听说你鼓动村民抗拒交粮 那没有 我们这份活呢本来就不容易 哪个村都有几个刺头 要不就先把这些个刺头给收拾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事 是不是 那真没有 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 你们干吗 不是 老总 俺真没用 老总 你不能冤枉好人哪 爹 咋了 爹 快跑啊 快跑啊 爹 你死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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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爹 爹 我交粮 我今天就把粮的都交上 老总 你放过来 闺女吧 这粮的不用你交了 爹替你交 就当是给你们家的聘礼了 不行啊 爹 不行啊 求你放过来 闺女 我求你了 爹 你放过我闺女 你放过我闺女 你熬什么丧啊 放过我闺女 爹会亏待她吗 实话告诉你 求你了 爹正好接一房小妾 等过几天爹大摆宴席 你 名媒正娶怎么样 你女儿长这么水灵 以后跟着我 那就吃香的喝辣的 敬夫沃了 我闺女还小 求求你 求你放过她 你给我要啥都行 我就要你给我做老丈人 这 可别不识抬举 哭着喊着要嫁进 我们一家人多了去了 带走 不行啊 老总 你放开我 怎么还认着呢 怎么这么对待我老丈人 走开 老总 老总 我求你了 别 起开 老总 我告你啊 敬酒我可是给了 你要不喝行不行 我把你女儿睡了 再把大摇子里去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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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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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各位 非常时期啊 牛老板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请请请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各位 非常熟悉啊 队长 这事简单的 难以枪崩了他 你是不是傻 酒楼里面好几个汉奸 你在门口把他崩了 那几个汉奸不都跑了 许国文说得对 不能在门口动手 那咱也进不去啊 你看看 这小子激情得很 还派伪军搜身 你能把枪带进去啊 我就说了 把队伍都拖出来 把这个结论给卫了 到时候海贱也堵到去 卫军也杀了 这是成礼 一旦打起来 那小鬼子立刻就能赶到 小伙儿 咱们俩一起进酒楼 行啊 队长 难跟你进去 你在外面把风 一旦有鬼子赶过来 想办法拖住他们 难过来 你饿不饿 你饿不饿不饿 我得给他捏啊 出底袋 即未必 黑暗紧气也吃得了活袋啊 老师你要怎么一所留啊 我还真的饿我 去 买点酱牛肉去 不好意思啊 各位 非常喜喜 非常喜喜啊 吃肉了 谢谢 李长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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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谢 谢谢 请 于兄 恭喜 恭喜啊 谢谢 谢谢 兄弟有点面生啊 田家村的呀 田有胜的女婿 田有胜啊 你老丈人死得可冤啊 不提了 不提了 咱不提这个 于兄 介绍一下 这是我兄弟姓杜 杜军 以后还请于兄多多提携啊 还请于大哥多多关照 一定一定 都是兄弟 快快快 物理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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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心意 请下单 一点心意 一点心意 谢谢 谢谢 来 来 物理座 于是大大来了 对 没事 听说于兄 这个小妾是抢来的 千真万确 争粮的时候 把人家闺女给争了 你说她抢了人家闺女 悄悄的不就完了 太大白宴席 还不是为了收钱 你不是宋贤来了 他现在在日本人哪 正得意着呢 有几个敢不捧场的 真看见会捡便宜 你 封了几个 你至少也得十个大雅 不然了 小心他给你穿小鞋 我就封了八个大雅 这可怎么办呢 现在呀 也来不及了 往后啊 小心点伺候着 或许还能挽回 这可你的嘴也太香了 这可你的嘴也太香了 我好 习惠女子 老子赔了一些 太爱钱亲戚吃了 那太可笑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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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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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肯定會吃的 我幫他打過去吃一塊 下腹狗 下腹狗 下腹狗肯定喜歡吃牛肉 我再幫他吃冷塊 嗯 嗯 不得心腦不得心腦 你吃太多 我才吃得完 找個福德當發言 他要忙的 嗯 你說這都倒飯點兒的 怎麼還不開席啊 我這都餓了 不是 他就是為了收錢 你還想吃頓好的 回家吃去吧 他不能這麼扣門兒吧 那余家 那是出了名的眼光發毛 想在他手裡老點好處 嗯 沒什麼都沒有 買醬牛肉 有香牛肉的醬牛肉 買醬牛肉 賣醬牛肉的 醬牛肉 有香牛肉的醬牛肉 賣醬牛肉的 等會兒 這飯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能開呢 是啊 到飯點兒了 怎麼還不開飯啊 看看 買醬肉的 哎 這給我開關 有香藥肉的醬牛肉 全加一塊多少錢 誰給他呀 哦 送上來吧 門口等太多了 不到七點送不上去 你是不是傻呀 用繩子拽上來不就行了嗎 有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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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麼錢給我 哈哈 你個兔崽子 爺吃你兩塊醬牛肉 還怕我賴賬不成啊 小范兒小范兒 接著 哎 快點 醒醒開關 來 好 開關買完次 來我嚐嚐 還真挺好吃 味還真不錯 有幾個 嘗嘗 那多不好意思啊 接嘗了就是餓 兄弟 給大夥分分 來來來來 嘗嘗 你們這不知道啊 我哥這人哪 最豪氣了 來嘗嘗 好謝謝你啊 都別客氣 要吃就過來拿啊 集食到 準備拜堂 余老哥 余老哥 這新娘子怎麼還綁著啊 我長那麼大 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看見這事 多不吉利啊 這位兄弟 你有點不開眼吧 啥 老子說你不開眼 余老哥怎麼還生氣了 你聽我辦法跟你說 我不開眼沒關係 老天爺開眼 你 啊 送人啊 兄弟 你會哪條到上了 你趕快咋回場子 我可是他軍跟前的紅人啊 你 小心趕緊收拾你啊 你說的太軍是錢田 你認識錢田太軍 那 那你還不趕緊實下來 把我放了啊 怎麼不早說呢兄弟 啊 啊 他認識錢田 啊 怎麼辦他認識錢田 他認識錢田哪 那哥我聽你的呀 你別什麼事都聽我的 都說這麼大的事了 我聽你的 兄弟你說 那他既然認識錢田 那咱就要錢不要命唄 要錢不要命 啊 哥聽你的 我們要錢不要命 您老實點 不早說怪誰啊 你也認識錢田哪 來來來來 這樣 一會兒啊 你配合我們 就別再生事了 把我們送出去 不是這 不就是要錢嗎 啊 那你別在我場子啊 是不是 誤會 純屬式誤會 你 走走走走 我怎麼把槍放下啊 不 不想老子死都 都給我把槍放 放下 別動 好 內的房屋 你安排得怎麼樣 按照閣下的吩咐 我都已經在各處布置好了 雨中那種事 我擔保以後 不會再發生了 好 明天就要大規模收樑了 我會派部隊督促的 到時候城內的房屋 就交由你們保安團了 保德顧附近的村莊 我今晚就派部隊過去 那閣下 收樑的事也用不著這麼急啊 那提早把黃軍派過去 我覺得不太妥當 為什麼 您想啊 那些偏遠的村子路途遙遠 艱苦得很啊 要是提早把黃軍派過去 那些士兵 難免心裡頭對你有怨氣啊 你以為黃軍是你們中國的軍隊 我的士兵不怕艱苦 這倒是 這倒是 不過要是今天就派兵 八路要是知道了 肯定會來搗亂啊 你不是說城內的防衛交給你 完全沒有問題嗎 這個 有黃軍在這兒坐鎮 那不是更安穩一些嗎 不行 愚中死了 那些人難免會陽奉陰維 還是把部隊早一點派出去 這樣會安心的 馬上集合部隊 一小時後出發 集中 每隔十分鐘 分批分隊出發 閣下 那我們保安團呢 你們還是留守吧 他們要提前行動 這個要怎麼辦 吳中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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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八路軍要投尾 我 我是想幫你啊 幫過上你啊 怎麼回事 不是明天早上收涼嗎 鬼子怎麼現在就出動了 他們這次夠著急的 他們這次夠著急的 我們馬上去攔截 鬼子大股兵力 等等 難道鬼子知道了我們的意圖提前行動 還故意採取了這種分兵的戰術 小鬼子太狡猾了 他們這樣分散地走 咱們的計劃完全沒有用了 你看 已經第五波了 他們要是在路上 弄見老先們轉移糧食 肯定會血流場合 趕緊拿個主意 走 走 就咱們這家人 鬼子要是來了 可扛不了多久 開 有鬼子 打 他們人不多 包他們的餃子 速戰速軍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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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剩下的鬼子往山里引 走 止まれ 変だな 命令を聞け 第一状態 モードに戻ろう 村へ戻ろう はい 第一状態 村へ戻ろう はい 残りは続けて捜索 距離明けつけないで 追死に戦おう はい 行こ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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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引到山里 撤 女儿啊 跟看看 哎呀 这村都冻洋蒿了 咱掰抛了 走吧 回家吧 哎 爹 阿兰帮帮忙去 帮忙 哎呀 你个早老头子 你个鬼女假家的 过去了还不够疼乱了 走吧 回家吧 爹 不就是装个车吗 有啥男的 都跑到这儿了 那不是白 那天天 这是小鬼子的蹦蹦车 小鬼子来了 咱快快躲起来吧 哎 爹 不能躲啊 消息们正在转移粮食 真要鬼子碰上了 还不搭开杀戒啊 哎呀 那不躲起来 但是那个命也送了 干革命不能把命送了 那不就不知道了 快躲 爹 啊 俺去引开鬼子 你去通知乡亲们 哎呀 女儿 快去 女儿 哎呀 手榴弹 鬼子吃不了俺 女儿啊 女儿 哎 好 小鬼子来了 快躲起来啊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 快躲起来了 鬼子来了吗 你怎么了 赶紧通通向你们 赶紧通通去 快点 走快快快 小鬼子来了 小鬼子来了 快躲一躲啊 你 你 你 拧 拧开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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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大爷 你跟我们一块躲的 哎呀 半鬼子还绑你们 一个开鬼子呢 那去砍一砍 来呀 来呀 大爷快走 快 快走快走快 我 大爷 快 run 快 run 快 run 念儿啊 别跑 别跑 点赖了啊 快 run 你 女儿啊 爹来啦 女儿啊 女儿啊 不要跑 爹来啦 女儿啊 女儿啊 不要跑啊 爹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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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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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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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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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儿子的祖宗 跟你们拼了 大弩 小鬼子 儿啊 爹给你保仇了 队长 你看 这次的机会实在是太好了 在这暴徒库的大山里边 鬼子根本摸不着北 咱这次狠狠大胆 不要练战 带着鬼子绕圈子 主要是拖延时间 不是神死绝战 大家都灵活点 对 我们是跟鬼子捉迷藏 又不是拼死 目的是拖延时间 时间拖得越久 对老乡们就越有力 我得满车仗打的 太不痛快了 有点憋屈 憋屈啥子 你这是个刮兮兮的 我们要将这战略战亚数 别得瑟 嫌你聪明啊 不能光想着痛快 达到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继续把鬼子往深山里头带 咿嗦 喂 喂 喂 或许多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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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离开 挺有事 不是 这怎么死在这儿了 这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 狡猾的八路 继续搜索 是 停 三副哥 俺带要不多了 支援安一点呗 来 宝贾 一会儿悠着打 咱们主要是为了拖延时间 别一会儿见了鬼子又慌了 俺知道 一共就这么点自带 俺倒是想敞开来打 也不可能啊 我怎么觉得鬼子的数量 变少了呢 打怕了呗 是不是让躲在哪儿 盗塑的乌龟去了 大家千万小心 鬼子 隐蔽 还是 小狗 何 安全 保住 很快 好 快 来 小狗 看看 打 正确弹药的你们就给送过来 宝贯 快跑 宝贯 快跑 傻虎别过来 宝贯 宝贯 走 走 走 队长 宝贵牺牲了 咋子啊 宝贵里个狗狗子稀散呢 啥 宝贵 你们 狗狗子的 吴兄弟 吴兄弟 怎么了 出啥事了 宝贵牺牲了 你 我来晚了 你就是个呱嘻嘻嘻 来晚了 来晚了 你咋子吵来招过吗 闭嘴 我接到陈祖师公的信 我就马不停机地往这儿赶 不怪你 是鬼子提前下手了 那你说 下面怎么打 是鬼子提前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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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打 不是 不是 我是 不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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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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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文 他们喊什么 鬼子要从咱们这边突围 给他们拼了 不 让他们突围 我们撤 什么 都打到这个地步了 咱不能让总啊 让他们突围 把这条命留好了 撤 你去吧 秀文 我兄弟撤了 咱们也撤 快 前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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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情報 村 死闘消えました 食料終わりません 什么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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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灵 杤 想去鬼子那儿拿点子弹 我的三 我在老乡里儿听说 嘻 嘻尼儿这 嘻尼儿这根田野森叶戏散了 清酒 成宝贵 喜妮儿 还有田东家 都来陪你了 宝贵 你是个当兵的 是个爷们 他们三个 我就交给你照顾了 是 喜妮儿这 我好想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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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东家 你今思想刚刚紧 你咋个也心神了吗 喜妮儿 我们刚认识 你就把我们带到你们家 你说你要参加八路军 还让我教你打枪 我真后悔没教你 真后悔 但愿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没有枪声 田东家 你是好样的 你们在天上要安安心心的 武功队给你们敬礼了 敬礼 就这些了 我刚清点完 我们的弹药就剩这些了 怎么办 宝贵就是为了都从鬼子身上 拿些弹药 才牺牲的 是 军火库 鬼子一定还有军火库 一定要找到他 军火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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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军火库 军火库 来 这么晚了 什么事 我想回部队 回部队 回什么部队 你怎么忘了 我是国军的人呢 我差点忘了你是国军的人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们自己人了 谢谢 我也是 在你们武功队待久了 我几乎都忘了 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呢 为什么要回去 怎么 舍不得 想留我 咱们大家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同声共死的 说实话 刚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确实是瞧不起你们 觉得你们不过就是一群土拔鹿 是 刚开始你跟着我们 就是为了找机会杀我 那时候啊 我要是狠狠心 说不定就杀了你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 这越来越下不了手 再后来 我连杀你的心思都没了 我知道 跟你们打了这么多次鬼子 看到你们不顾生死 一次次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成可能 我觉得特过瘾 我很佩服你们 你我都是军人 我想回到我自己的部队 我相信你能理解 还是想 回去当你的炮兵连连长 什么长不长的 我现在早就无所谓了 我只是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顺便 也给你们武功队 允点军火过来 军火 你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可是你看看 武功队就这么些人 现在李医生牺牲了 宝贵也牺牲了 还有很多兄弟负了伤 我们炸了鬼子的军火库 缴获的武器 现在消耗得也差不多了 这仗还怎么打 宝贵 不就是因为想多拿几个手榴弹 才牺牲的吗 是 我们是很难 可再艰难也得做下去 秀芬你回去就是为了这个 其实 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 行了 别自作多情了 我回去不是为你们 我是正规军的军人 我想回到我的部队 我也想活着 看这小鬼子 被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我还能理解 我能理解 我也必须要尊重 秀芬 你记住了 无论你走到哪儿 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 就不分阵营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记住了 部分阵营 目标一致 打鬼子 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 报仇 是 我的大商业要走了 还真是他舍不得 看 啥子 你要回鬼去 莲子 你这里是刮兮兮的 你不是就想当兵吗 你不是就想要打鬼子吗 我们在这儿不是一样的 打鬼子啊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回不回 我不回 我在这儿还有部队长辅导我 我要跟你回去的话 你肯定天天打我 那我保证 不打你 你回不回 那我也不会 林队长 我们咱部工队多好厉 这都是好兄弟 我们会一起跟他们打鬼子 这不是多好厉吗 林队长 你也没回了吗 你回不回 绝对不会 我给你开玩笑的 你留下 你记住啊 留在武工队 要听武队长的话 别整天呱嘻嘻的 我走了 我哞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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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们都以为你死在鬼子手里了呢 我活着回来 就是想看看吕作宁和弟兄们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啊 上次鬼子袭击你们的房圈 打得可惨了 这场是得一遍遍的 我专门派人去找你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你 以为你死了 你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那场仗我受了伤 被人救了 一直在养伤 这不 伤好了我就回来了 被老乡救了 那也应该回部队送个信 报告吕作 我被八路军救了 八路军 对 这段时间 你一直和八路在一起 吕作 前段时间重创日军的那几次行动 都是八路军武功队干的 卑职也参与了 卑职没给吕作丢脸 吕作文 在 你先回去休息 你归队的事 回头我再找你谈 是 丙坤俊 丙坤俊 你这是上哪儿去 我的一个兄弟刚从镜底司里套生 这不 我去看看他 你说的是那个炮兵连的吕修文吕连长 应该是前炮兵连连长 现在的炮兵连 那是咱丙坤俊做连长 对对对 丙坤俊的才干 那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 这大运一到 那是挡也挡不住 丙坤俊现在是春风得意 一路高升 不定哪天就提升了师长旅长了 要真是有那么一天 你可别忘了我们兄弟 哪里哪里 都是上风的台 丙坤俊 那个吕修文现在回来了 他可是在炮兵连 列过赫赫战功的名人哪 那你这连长的宝座 这屁股还没坐热 不会就 要说也是 我可听说 咱们吕座对这个吕连长 那还是十分器重的 是啊 您这个连长 你们两位这又是去哪儿呢 跟你一样 去看吕修文啊 你们两位 一位是装备组的 一位是布兵连的 你们也去看他 这是 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是啊 那好 那好 一起一起 走 走 飞 飞 好久没喝这么重点啊 来 吕兄 我单独敬你 你可是咱们的抗战大英雄 英雄 一个连的炮兵能顶住鬼子的强攻 打下剩下那几个人了 还能灭那么多鬼子 我布兵连的兄弟佩服 吕兄 要是将来委员长接见你了 你飞黄腾胆 你可不能忘了 咱们这些 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啊 不能 我吕兄 我吕兄文这辈子 没有别的报复 作为军人 能对得起这身军装 也就不枉此生了 吕兄 你这失踪了这么久 这又突然回来 这 让大家有点 手足无措呀 去 去 去 喝酒喝得正高兴 你扯这干什么 我都得 我都得了 依我看啊 吕兄能回来 那是个大合事 你别看现在这炮脸啊 是咱们少连长当家 可是 在吕座的心里 最气重的人 还得说是你吕兄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肯定有更好的职位等着你呢 吕兄 吕兄 咱们可都是自己兄弟 现在 丙昆兄接替了你的连长宝座 你可不能对他有意见吗 怎么会呢 当时我生死未卜 部队不能少一个炮兵连 要不 小鬼子还不欺负上门了 再说 再说 我也不在乎 对 区区一个连长 吕兄也不会放在眼里 可不 说不定 这回就高升营长了 升我营长有什么用啊 你看咱们平时这些任务 除了坚守房区就是坚守房区 这一年到头 也打不了几仗 听着意思 吕兄在外面的这些日子 狠狠打了几次鬼子 咱呢 不是兄弟吹牛 不是兄弟吹牛 三五天一小仗 十天一大仗 怎么 不信哪 好 就说最近的这次 阻击鬼子抢粮的事 我们就二十多个人 生生干掉鬼子 对了 这仗刚打完没多长时间 消息可能还没传过来 那 矿区暴动的事你们总该知道吧 不是 你们有 something 除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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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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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不 终尔尚 那个也是你们干的 那当然 打的那是昏天黑地 把鬼子的中心炮楼也给炸了 是老子亲自操的炮 不知道炸死多少鬼子 装炮弹 这怎么着 这事我听说了 当时我就想 要是我在场 非得跟他们日本人好好干干不可 没想到这事 吕兄参与了 这事算什么呀 木村吕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木村吕 那个事也是你们干的 就四个人 就是 谁知道 你们死亡 走 是 你死亡 櫻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跟听戏似的 其实这些端鬼子炮楼 火烧日军的司令部这些事 我都不爱提了 对了 我告诉你们 小泉的指挥部 就是小四川一把火给烧的 谁 小四川 就是你手底下那个怂货呀 他能烧得了鬼子的指挥部 小四川现在一点都不怂 死在他手里的鬼子 最少也有几十个 痛快 痛快 这他娘子才叫当兵打仗 咱们整天窝在这里 守着自己的异母三分地 只有鬼子打过来了 咱们才能遇上一仗 我就没尝过痛痛快快 打一仗的滋味 我说李兄 你今儿叫哥儿几个过来 不会就是拿着你这些战绩 来缠哥儿几个的吗 这可不厚道啊 实不相瞒 我把诸位请来 是有事相求的 说 来来来 我想 好 什么 给八路撕运武器 吕秀 吕秀 这玩笑咱可开不掉了 你肯定是喝多了 拿哥几个都闷着的 我怎么觉得 吕兄这不是在开玩笑的 对 我没有开玩笑 这件事只能请兄弟们帮忙了 吕秀 撕运武器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你 你这是怎么想的 你这不但是自毁签证 搞不好哥几个的小命 都得打进去 我知道 这件事对兄弟们来说很难 可是你们再想想 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在打鬼子 最近我看得很清楚 八路军的装备 比我们国军差得多 要什么没什么 但是他们依然在打鬼子 用命跟鬼子在打 你们想想 如果没有他们灵活的游击战 没有他们对鬼子 神出鬼没的斩杀 我们国军的伤亡 就会更加大 帮人就是帮自己 我李修文在这儿 先谢过兄弟们 那任坤兄 这事你怎么了 都有道理 怎么着 都有道理 那这么说 你是同意修文的看拔 兄弟们 听我说一句 咱们都是堂堂的七指男儿 当初为什么参军 还不是为了一腔热血 保家卫国吗 是 作为军人 谁愿意整天一动不动地 守方 守方 再这么守下去 咱们那么好的武器装备 都要生效发霉了 说得也是啊 他们这么待着 我也待你了 所以 我们这不是私运武器 给巴洛军 我们是把我们 动不了的武器 先让他们用 替我们打鬼子 好 这事咱答应 我回去准备 二位 先不着急走 今天我请你们来 真是实心实意地 想跟你们喝酒续旧 既然这事咱们决心已定 那今天咱不着急办 今天我们就是 痛痛快快地喝酒 怎么样 好 大家也别急着走啊 我们还要好好听听 吕兄的传奇故事呢 好 不走了 来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喝 慢点慢点 你少喝啊你 没事 慢点啊 咱们没事 咱们也得当 慢点啊 抗日 那绝对深情地去 你说得好啊 你帮忙 长嘞 我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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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胆大包天的混蛋 这个吃里饭味的动静 他也要狼马 亏我还把他当人宰 好啊 居然把主意打到老子的头上 那就休怪我对他不客气了 李小伟 李总 罢了